講個不一樣的類型 好不好 剛才有不同的愛情 這個叫做《浪子回頭經不換》 大家之前有沒有看過的新聞 我其實之前很喜歡他們這一部 現在大家很多人追劇 追這個馬依莉的《我的前半生》 很多人追這個劇 好好看 對 很好看 我們講其實文章 其實一開始跟馬依莉 其實文章都是好老公 好爸爸的角色 好丈夫的角色 可是誰知道後來 鬼迷心俏 碰到了姚迪 姚迪也是大陸很漂亮的一個女神 她們兩個一拍戲假戲真作 然後我覺得那個時候 因為馬依莉懷了第二胎 在她懷孕第二胎的時候 文章做了什麼事情 什麼事 真的很大膽 馬依莉在深圳拍戲 文章就飛到深圳去劇組 你想想看 文章多大的明星 馬依莉多大的明星 然後不是 姚迪也是大明星 因為姚迪是單身 你今天換人跟男生去到劇組 看姚迪 大家會不會猜得男生是誰 那文章當然不讓大家知道 整個全副武裝 包起來 戴口罩 戴帽子 全包得緊緊的 可是你不覺得 這樣子也是吃了雄心爆的膽嗎 你包得緊緊的到劇組裡面 劇組裡面有演員 有媒體 而且大家一看姚迪的男生 男朋友來了 是不是會追 他們兩個已經愛到忘我境界 到劇組去陪她 他們以為 我跟你講 第一個破綻就出來了 文章一下飛機 結果是姚迪的保姆車 七人坐保姆車來接她 劇組就知道說 姚迪男朋友來了 然後狗仔也在跟了 你說這是不是自己往 這真的是愛到死了 都不顧外人 是不是往虎口裡跳 好 他真的進去了 進到劇組陪她六天五夜 還之前真沒發現 大家都會拍 結果他們兩個真的一開始 他們就後來越來越大膽了 不是每天都這樣子嗎 對啊 每天都是她去陪她拍戲 然後去吃飯 有一天終於忍不住了 要哈煙 文章就把口罩拿下來抽煙 一抽那個大砲 完蛋 抓到大新聞 就是文章 好不得了 這個新聞一出來 我跟你講那時候很震撼 因為馬依莉跟文章 是模範夫妻 然後馬依莉又懷第二胎 姚迪又是個大明星 就鬧得非常大 一度馬依莉還想保護老公 還想怎麼幫她脫罪 所以說 其實我們兩個已經離婚了 就是說想讓她的老公沒有罪 說其實我們已經簽過 離婚協議了 可是後來這是假的 後來是假的 然後文章當時也說 沒關係 我要承受一切的責罰 因為我就錯了 可是這個事情 後來雷聲大一點小 因為馬依莉太挺老公了 然後文章又要決定她要認錯 所以這個後來風波最後平息了 雖然文章跟姚迪 聲勢都往下滑 但是慢慢的又還 文章又還回覆到 因為馬依莉的力挺 所以這一對我剛剛講是 浪子回頭經不換 真的 馬依莉是不是太偉大了 太偉大了 而且他們是姐弟戀 對 姐弟戀 差了滿多歲的 文章後來跟姚迪也是姐弟 是嗎 對 我剛剛那姚迪也是大家看過 我不知道跟他看過劇沒有 姚迪演過很多劇 跟文章合演劇 那個姚迪是又漂亮又會發電 一旦是他愛到了男生 都是戲的男主角 我跟你講 他馬上用各種方法去 讓他開心 好不掉 讓他開心 等一下 讓他開心的一時是 我跟你講 他幫他買最有名的名牌的衣服 帶他吃最好吃的餐廳 每天對他續寒問暖 對 就是他想要什麼 就給他什麼 對 愛到了就是什麼都不要不要 對 他就要那個男人 就是一抓得住 對 有手軟的女生是不是 對啊